一五二十三中華培訓隊 剛剛結束和美國大學明星隊的交手 下個禮拜準備前往荷蘭參加哈聯盃 又來問問這群年輕好手 行為碰頭獨賣球員的未來之星 以及美國隊球員有什麼收穫呢 給我印象深刻的話會比較 美國隊吧 就是比較強力棒球 那遇到的時候就是會特別 會特別亢奮吧 他們單單不只是超過一百五的球數 因為他們指的 也不會像日本就是蠻指的 他們就是會跑 就是有尾巾 那有些會上票有些會下墜 所以跟日本比起來會比較難打一點點 日本隊的話我在 之前對到的時候覺得他們是纏鬥性反 有比較好一點 那美國隊他們感覺是比較 有在鎖定球路在 比較會鎖定球路在做攻擊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適應能力很強 美國的話就是 他們在球場上的霸氣 我覺得我好像站上去有點 有點娘 沒有啦就有點憋手憋腳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也會看重播 就會覺得比較沒有氣勢一點 而除了外隊的刺激之外 集訓這段期間 國手們和教練隊友的相處 感情也越來越好 在之前其實很容易就是 可能在第三 第四局 第五局就放掉 放一下 放一下 但是國際教練一直要求就是 每顆球 每一局 每一個打者 都要全力向第二球 可能每顆球都要吃 要不然會被罵 我們在一起就是一直笑 所以不知道 講可能一到 我們兩個很容易破音 我講一句破音 然後就從頭下到 你可以笑個五分鐘 教練說我們像情侶 U23的國手們 鏡頭面前毫不掩飾地侃侃而談 期待他們前往荷蘭的哈聯盃更成長 帶回更多的收穫和球迷分享 我來提醒吳俊奎 黃華君採訪報導